請坐在那裡好 就是有相關的事物如果要確定 放你這 如果要確定狀況的話 請看劉律師好不好 我跟你講大家可以傳 雖然按理除了CC這個東西 其實是要減少律師的被使用力 但如果你真的遇到 想要問題還是請參考劉律師的理解 其實也不會增加 大概就是差不多 因為如果你有很複雜的問題 表示他問題本來就很複雜 你就沒有辦法靠這個東西來處理 CC0就是pubring domain 的差別在哪 台灣沒有pubring domain這件事啊 台灣沒有這個概念 以Flickr上面的話 因為Flickr上面是兩個這個概念 應該是pubring domain 應該是pubring domain pubring domain一定講的就是 就是他已經不受保護 或者已經進入已經超過保護連線 那CC0是一個我主動宣告 雖然他還在保護連線內 但是我先放棄了我所有的權利 都可以拿去等待 所以CC0其實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等待 就是我把這個 我這種捐款 捐給那個pubring domain 那實務上在法律上 他認定那個東西 其實還是有他權利 只是你先宣告 隨便搭 都可以去等待 那CC0應該是當那個什麼wadafuck wadafuck BL 我又很努力 不要把wadafuck 那你那個字講出來 你的字講 那我還跟著你念了一遍 那他不一樣 那他不一樣 不太一樣 你說實務上實務上面拿 可能差不多 可能差不多 因為他就是隨便你要看 都可以 但是我沒有聽過有 誰拿wadafuck 他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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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實務上面 就是實際上面的法律 那個什麼 實際也有 那這 授權團團都一定 有辦法 有辦法去選到什麼東西 但是我不知道哪會怎樣 就算我已經很明確的告訴你說 我有授權給你 你知道告這種東西就是 我可以去告 只是會不會 會不會誤告 然後跟 會不會被 asset這樣子 告不清楚 好 拉回來 那CC有很多實力 在世界上最大的實力 最大的實力 大家可不可以 已經有對CC有認識的 你會想念你的 最大的實力 上官這次你表現的機會 文基百科 啊對了 耶 就是 好感動喔 最大的實力應該就是 文基百科 那是全部都有CC100S 就是 系譜標示 相當方式分享 所授權釋出的 那不管是哪一國 哪一篇文章 哪一個 哪一句話 哪一張照片 照片也是嗎 照片不一定 照片大部分 照片大部分 那我全部都是 至少是CC100S 但是製作可以到CC100S 或者是Public 會是這樣子嗎 會是這樣子嗎 Wooking Media 啊不是 Wooking會合理使用的 譬如說CD的專輯照 對 好不好 好 剛才就要刷掉 好 不是那樣子 有的是沒有用 好 好 那這是全球最大的 線上協作版給號 三千四百萬比較多 全部都是CC市出 所以它是 現在CC最 風靡全球的作品 好 你真的好久以前的 英文已經過五百萬的 喔是嗎 已經 也沒有好久以前啦 你猜幾個 等一下等一下 一個你猜幾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總之 回去晚哥 所以要這樣 那台灣來講 也有一些作品 像名點 名點 是字典 那它是一個線上的字典 那它的裡面 這一個 這一個程式作品 它的非程式部分 都是用CC搜尋 非程式部分 程式有更好的搜尋條款 可以用 所以一般來講 不會推薦你程式的話 用別的 open source license 但是如果是別的內容 比如說說明文件 比如說截圖的圖片 這類的東西 那你可以用CC搜尋 CC是一個比較 比較 general的 比較泛用型 泛用型 不是機器人 泛用型的那個 搜尋條款 可以用那個製作上面 那另外還有像這個 欸欸欸欸 它在這邊選到下面去 下一頁 你被風貌了嗎 這個是一個 我們不要講 它的內容還是什麼 不然是一個網站作品 網站作品裡面 目前的非程式碼內容 全部都是用CC搜尋條款 所以你剛剛看到說 其實文章 多人編輯的文章 可以CC搜尋條款 非程式碼的任何東西 都可以CC搜尋條款 非程式碼的任何東西 都可以CC搜尋條款 都可以CC搜尋條款 那什麼時候有變14連 那時候我住的時候還沒有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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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你差不多就問題了 搞不好說我弄錯了 你自己也吃一下香榮 蛤 香榮 香榮 然後這個有一點複雜 我這麼說好了 就是如果你是用 把ASA就是 性能標識相當方式分享的話 你今天用3.0釋出 別人可以拿來當你4.0一樣 對 然後重新4.0釋出 這是可以的 對 但是如果你是用 性能標識 非常樂性 那就要看它的 對 所以我告訴我 它不是一個升級的概念 它每一版 每一版之間是有 解決性的問題沒有錯 但是舊版不能升 這些升級的新版 就像你不會拿你的房氣1.0 拿去升級為房氣2.0 拿去升級為房氣2.0一樣 就是 契約這種東西 受選擇版這種東西就是 並不是說分 你可以再升級 好 那 再來還有 剛剛有講的是文字 然後也有圖片 然後現在還有音樂 有一個很大的網 那叫 JAMENDO JAMENDO 它上面有很多的 CZ授權音樂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辦婚宴 你今天辦派對 你想要有 Open的音樂可以用 你想要有 不用特別再去找一家 那些授權人家 那些音樂可以用 你可以去這個地方 JAMENDO 來找 那 除了這些事外 其實影片也可以 那影片這個地方 我們來介紹一個有趣的例子 叫做 BIGBOG翻譯 這邊有翻譯圈 叫大熊兔 BIGBOG翻譯圈 是一個開放授權的電影 那它開放授權的方式是什麼呢 並不是只有電影這個作品本身喔 電影的作品本身 是用CZ授權的沒有錯 但是包括裡面的人物的3D模組 都是用開放授權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拍自己的版本 你只要下載Blender Blender是 這個是那個Blender自信會推出的 那Blender是一套3D的 柔主動畫版本 你可以下載它的相關的場景 然後相關的模組 自己拍自己的音道翻譯 所以這是一個滿有趣的 那另外還有 Global Voice 它是部落格 它是在幫忙 就是讓你知道說 全球各地各的地方發生什麼 其實你值得的關係一項事情 那 它本身是一個其實滿有趣的專項 就是 你可能今天用了 英語寫一個 不要說英語 英語太常見 一個 一個 很少見的英語 有沒有 竹魯語 如果你用竹魯語寫了一篇文章 看在竹魯語的全球之聖 那別的地方的全球之聖堂 會有可能會有興趣 幫你把它翻譯成它的內容 那你可能因為你會竹魯語 你可能也 多多到我會領語 你自己先翻了英文版 然後別人幫你拿去改 改了之後 各個地方你就一照英文版的去改 各個地方的版本 那這是全球之聖的運作方式 也就是它為什麼可以變成全球的關係 因為你總不能 其實沒有那麼多記者去派到各個地方去 只有台灣就是很 不是很注重國際新聞 那全球之聖是一個蠻不錯的網站 蠻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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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CC釋出 CC半分別 所以你可以很方便去分享 各種不同格子觀念 可以用的問題 那這是文章 那另外還有一個也是蠻有趣的東西 是我剛最前面貼的 初音未來 初音未來的這個圖像 這個形象 是用CC釋出的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初音未來是什麼 初音未來是一個說 電子合成聲音的一個問題 那 為了推廣這個東西 你知道日本人嗎 沒有人可以出到日本人 所以就 畫我這個形象來接管他 那這個形象結果我後來爆了 那很多人都來去做的是創作 就是自己在畫 或是在轉載 什麼樣的 那反正官方後來 也用CC的方式 去授權這個項目 都可以拿去用 只要尊重 我記得是 白NCR 對 沒錯 這裡 Attribution Non-Commercial 系列標示 非常業性 那你只要追手這個 你就可以拿去用 所以我最前面 也把他踩在一個小角 那 我的這份演講 就會是 系列標示非常業性 所以你在回去的時候 我還要把那張圖片刪掉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要我這份 頭裡面是 系列標示 向你方式分享 不要緊急 然後你回去還要拿3件 那 OK 呃 這是出運未來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喔 其實也蠻有名的是 MIT的OpenCourseWare 那MIT他有 一連串的 開放課程 開放課程教材的想法 那OpenCourseWare 並不是一個 你上線以後 就可以學到的東西 不是那種線上課程 他想法不是線上課程 他想法是線上教材庫 老師們 可以上OpenCourseWare 去拿到新 拿到由他們所創作的教材 那上面的教材 就是你實際釋出的 那如果你聽到什麼開放課程 開放課程 開放課程 那很多都在講 很多數人 台灣也有相關的開放課程 東西 還有一個也蠻有名的 TED 是那個 technology 跟design TED 這個 一連串的 呃 演講 他們的影片 也全部都是都市一市出的 所以你可以隨意拿去散布 這些東西 還有這個是政府開放授權開放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那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其實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我為什麼說到CC呢 其實它是用政府資料開放 授權條款釋出的 但是由於CC社權努力 就是CC在台灣也有很會的一些人 那由於這個社權努力 所以他們去讓這份授權條款 變得跟CC相容 就是 呃 經由這份授權條款所授權的資料 可以轉移成用CC授權釋出 它裡面也有設計程度 它可以相容 所以這個我可以把它當成說 它相容於CC 信用標示4.0 那這個相容是單向的 也就是CC4.0 這個 信用標示4.0條款 所授權的東西 沒有辦法再轉回去 變成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那但是至少它可以 轉過去讓CC使用 那以世界來講 當然使用CC的人是比較多啦 相對於台灣的政府資料開放授權來講 是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其實對世界來的公開有幫助 這是一大堆的CC的例子 那各種公開的公開的公開 我們剛剛講過的音樂 我們剛剛講過的照片 我們剛剛講過的影片 3D模組 形象 一個一個動畫的圖像 然後還有文字 資料庫 所以我們講好多 很多種東西 資料也有 那接下來就是 這一次 你講的最後一部分 常見問題 那 常見問題其實在CC的網站上面有很多啦 我們在創作CC的官方網站 你可以搜尋 創作CC就可以到官方網站 那那邊有一篇 常見問題集 裡面有N10個問題 那各自都有負責回答 所以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去那邊看一下 那另外其實 我們這個計畫 就是開放話機器 會跟創作CC合作這個計畫 裡面也整理了一份FAQ 是個入門專業的 不過 我們還是可以先來提幾個問題 那順便來 我們就把他反過來 常見問題通常都是你們問我 那我們把他反過來 有問題 請問一下 剛剛聽完那一大堆之後 你覺得 你覺得就好了 你創作CC授權條款 授權作品 讓大眾使用 到底有什麼好處 你作為一個創作者 把你的東西給別人使用 用說明師送你來問 那有什麼好處 散訴更多 散訴更多 有可能 因為更多人可以利用 小病人 隨意利用 好 下一位 可以轉名聲 可以轉名聲 OK 是一種廣告 因為我要求別人 一定要性能標示 這一點點 然後再加上前面的 更多人可以使用 所以這是一種廣告 可以讓我們的名字 可以更多人看到 好有可能 按一面 如果你不看email 或者是不打電話的話 不接電話的話 呃 人家可以 在跟你講的情況下 把你的照片拿出去 OK 如果你已經同意了 那這是一個 減少授權麻煩 的一個方式 好厲害 我知道我想想想 我知道 因為我剛剛等了別人講這個 對 你知道我心裡有點默默有幾個答案 你有沒有 不愧疚 耶 做球做球 對 那我應該用那個 Excellent question 對不對 最近 最近 有那個 如果我們講者講good question 代表講者自己從來沒講過這個問題 如果講Excellent question 就表示下一頁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對 Excellent question 好 那 所以總之 如果你用CC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種好處 那 剛剛我們有講到的 有一個東西是比較銀行的 就是說 你可以把話講得更清楚 直接 在一開始就把話講得更清楚 而不是只是單純的一句話 歡迎各位使用 歡迎各位使用 這句話是有點危險的 因為其他 在法律上面來講 你跟朋友講沒有差很多 因為 著作群有好多好多種授權方式 有授權要素 那 你光講一個歡迎大家喜歡 到底什麼意思 其實 只有上帝知道 還有你自己知道 那 使用CC是一個 讓你可以更好地表達自己的意圖 的方式 同時 它減少了溝通的話 同時 它讓更多人可以使用 同時 也擴展你的人生 我覺得它還蠻不錯的 那對我來講 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總是可以意外的發現別人 怎樣的使用你的創作 這是增亡我自己的創意能力 的一個方式 比如說 今天我可能畫一張圖 然後我CC送人出去 結果別人用的時候 它怎麼樣去調整它 那我突然看到 原來我當時只要再多了 怎麼樣的東西 它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我來講 是一個全線的體驗 而且 based on my work 就是 站在我的作品之上 原來可以再有多種變化 這是對我來講 是一個創意上的刺激 那我還蠻喜歡這種新發現 對 我相信 對於很多使用CC的創作者來講 自己的東西 被別人能夠好好的再利用 包括延展它的可能性 都是一個非常命運快樂的事情 所以這是世界好處 好 還有沒有別人想到 我 還是 如果我創作的某個東西 我有地方去查說 到底哪些東西用的 喔 好問題 good question 實際上是很難 我這麼說 就是 我們先不管CC這個context 就是 實際上你並沒有辦法 你平常創作一個東西 你就已經沒有辦法知道 別人怎麼用了 除非他們要告訴你 對 那 所以用CC並沒有加裝這個問題 但是它也沒有改善這個問題 對 那 CC剛有提到 有一個後設資料這種東西 那 其實今年的全球計畫裡面 就有一個重點是 我們怎麼幫助創作者來 好好的了解 它的作品到底在哪裡 有可能被使用的 那其中一個技術上的想法 就是說 我們加強 MANA Data 這件事情的能力 那現在MANA Data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今天在 因為你是HTC來 我假設你知道科技的相關的數量 他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 就是 假設我在一個檔案裡面 簽入MANA Data 那 今天你拿去用Photoshop再改一下 Photoshop會保留這個MANA Data嗎 其實搞不好不會 對 那如果不會的話 那根本就沒有辦法連起來 對不對 所以這其實MANA Data 不是很多的問題 但是 機制上面的設計是 這個MANA Data 按你所應該保留的 原作資訊 那這樣下一個人使用的時候 就可以 很完整的帶著原作資訊 然後 追蹤回來 那這樣 原作應該就可以知道 它有哪些東西在哪裡可以使用 理論值是這樣 那 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步驟 還卡一個點就是說 那個Authmine Tour 就是創作工具 它要支援CC的MANA Data 它要支援CC的MANA Data 才能做到這件事情 那目前顯然是沒有很多 創作工具支援 所以 有一個 有一個 希望獨立的目標 接下來希望獨立的目標 就是讓創作工具 都盡可能可以支援CC 那不只是搜尋 什麼都可以用 而且還要保留 CC的設置量 那這樣未來大家就 就越來越有機會 可以去知道自己的作品 那種類型 以現在來講 沒有辦法 沒有好方法 那 改善的方法其實幾年前 就已經提出過 就是MANA Data 但是他顯然遇到一些問題 那現在在想辦法改善他 我跟你講 那 只有直接有辦法組裝權利 只有作者本人 要組裝權利 只有創作權的所有人 可以組裝權利 你有可能是作者 但是你把權力量度給他 那時候是他 他也要組裝權利 然後 你以前說 有沒有這種 就是 檢查會可以檢查 之類的 對 對 喔 原則這樣不行 原則這樣沒有 那 這是什麼工作最多 對 但是台灣有一點麻煩 就是台灣那邊的作權法 是又有刑法 不分又有刑法 然後所以 你可以 你如果不告 比如說他用你的出作 然後你如果不告他的話 這一切是怎麼會發生的 但是一旦告他 他又同時有民間行的那個 責任在 在身上 那刑法就能檢查完 一定要 他就會參與 但是一般都會用你刑法 就是 你會想辦法用這邊逼到他和解 刑法 你會想辦法在這邊逼到他和解 然後你就撤銷 你告訴我 所以刑法是會被抓去關嗎 我記得是會有案件 我忘記是實際上是 這可能會有一個廠像 那是為什麼 他的刑法是什麼 你忘了 那廠像 因為像GPL 像GPL 會不會有人提供 會有刑法的幫你 會嗎 這可能你今天會有刑法的幫你嗎 會 對 我記得他有刑法 應該是不會 如果我記錯了 但是有可能我記錯了 那我知道說在國外 像國中那邊有一群人是在努力的 去找出各種的 那個 違反去沒有license的行為 然後去聯絡研究者 要一起告他 對 然後 要大家都 該組織的東西要組織 就是如果我希望讓所有的都可以實用 那就不要把他存錢 但是 如果我沒記錯了 應該是沒有任何一個特別的組織 會 擁有你 擁有代替你 去 要求別人不準薪權 對 這個行為 我想要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 HEC大哥 我問我 Audry Audry OK OK 好 就是 維基百科 它其實 有一個專門使用多媒體 有專門提供多媒體資料庫 對 資料的一個資料庫 就是維基共同支援 那 如果說 你剛才能照照片 如果是上傳照片裡面 然後 你就可以看到 在所有的維基美理計畫 使用那一張照片 比方說 可能英文維基百科 俄文維基百科 跟中文維基百科 都有 關於排大的容數 一張照片 的一個條目 它就會用這張照片 你就可以看到 它在站內的使用 對 就是說 但是這個東西出不了 你沒有辦法去 了解到 你站外有多少人 下台下 然後 你可以看到 也許有人會 FORC出去 就是說 然後 他另外再 如果他也上傳到維基 扣上資源的話 他那個 FORC的東西 他可能會講說 我原本 是引用自 原本拿來張的多媒體資料庫 裡面的照片 但是就是像剛剛 爸爸講的 就是這個東西出去 維基的 維基美理基金會管的 站台外 就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所以說 可能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 支援 open data 支援 就是開源 的這種 資料庫 你可以 用它 站內的一些 某些問題來決定 但是它沒有一個 global的 一個 OK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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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進入到第二個問題 哇 我跟一個問題 又畫10分鐘 我還跟細琳講說 我應該一句小說 講話沒有錯 好 第二問題 請問 這個超常見 這個問題超常見 請問你使用了 專用CZ授權 自己的作品給別人 那我們要怎麼賺錢 開放式問題 各位來想一下 幻想一下 假設我今天有 畫了一幅4000名做 而且我把他用CZ授權 那我要怎麼賺錢 CZ授權給別人使用 我一直以為要靠捐款 好 靠捐款 靠捐款其實是一條路 沒有錯 就是donation 就可以在那一幅畫下面 要記得加注 而且我要告訴別人說 你如果用心理標示的話 請記得附上我的捐款連結 好 這是有沒有人 還有沒有 有些人會提供的是 比較低解析度 然後他高解析度的東西 其實是請你用錢的拿碼 或是 也有的重點 對 這個部分就要提到說 就是我們先把 像我剛才那部世界銀畫 我畫了那部世界銀畫 先講我不是超遠 超遠路 超遠路射 那我先把他放出這麼小的 用CZ授權釋出 然後我說 如果你要高解析度 那 再來跟我靠捐關路射群 我是不是可以這麼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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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種方式 non-commercial 好 好 剛剛講這個 non-commercial的方式是說 我直接限制了 我這部世界銀柱是 非商業心理優 你可以用 那如果你要商業心理優 不好意思 還是來找我 這樣也可以 好 還有 還有 沒有 除了解析度以外 我有看過Mine不同檔案 可視 就是他授權給你JPG 這你的意思嗎 但是如果你要TIFF檔 我比較相信當然還是 第一上是在於解析度以及 它的可能裡面有其他資料 因為轉格式 就是一般來講不會被當地敢做 意思就是 如果你給我JPG 我當然可以轉成其他格式 沒有 好像 JPG是 因為JPG是 破壞性壓縮 對啊 所以關鍵可能還是在於品質的問題 所以關鍵可能還是在於品質的問題 對 不是真的是可視的問題 對 或者是 或者是 再可以 就把 像樣的 那個 圖片 喔 也可以 就是我給你 JPG 然後 然後 好 好 還有 還有一些比較間接的 比較間接的 所以你有沒有 你主張說 你必須付檢測 來獲得能夠接受取 這個是CCPLUS的想法 但是跟剛剛講的其實沒有太多 我這麼說好了 你先聽看有沒有符合你的意思 就是說 我用的是 CC5ND 我就是性能標示的 鏡子改做的 但是我後面在括號說 如果你要改做的話 你要付10塊 那你就可以獲得 CC5ND本來有的權利 在外加改做權利 你的想法是這樣嗎 對對對 那其實跟剛剛的意思 其實都差不多就是說 我把 非上線性的東西鎖起來 那如果你要的話 就來找 那你的 你也可能也是 類似的想法 對這也是 這是一個做法 不好意思 那如果在這種狀況下面 我付錢給你之後 我的CC BY還成立嗎 還是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 我們可以從哪個方向看 就是假設 我剛剛是說的是說 我用CC BYND 就是CC性能標示的 禁止改做 那我另外授予你 改做的權利 對不對 那CC的條款裡面 其實都有提到說 萬一我有另外跟你的一定的話 限制是個別可以免除的 所以 他的其中一個限制 也就是禁止改做的部分 你就一定被 我另外會 錢給你做 但是你可以改做 那你就被 但是CC BY 但是他原本應該 應該已經給你的權利 還是會給你的權利 也是 對 那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是說 我直接用 雙重授權的方式 雙重授權就是說 今天假設 做了一個 這樣子的包包好了 那 不要說包包 就是說圖樣 比較有複製 那圖樣的時候 我同時用兩種授權 來玩釋出 我用哪兩種呢 我用CC BYND 也就是 新名標示 禁止改做的 但是 我說如果你不同意 CC BYND 的話 你也可以用CC BY NCSA 你也可以用 非常黑信 然後相當方式分享 那你兩個 可以調一個 所以我 這個時候 我必須要在上面 列兩種 不用 就列你自己本來 你用的是哪一種 因為假設你同意了 有說 這惡血淋買對不對 那你說 好啊那我不要改 那我不要改的話 你就直接把它當 你是把你提就好了 是 如果是我 我操作我四株 然後我用兩種 對 所以我就要在我的作品 對 你就會練習 你就會講說就是 你可以用這個 或這個 像譬如說 軟體鍵很多都是Triple Ashes 就是 又有GPL MIT 然後再加那個 那個 Nescape MIT NPL 它有一個程式 就是Triple Ashes 就是 三種都授權出去 你可以挑一種 其中的使用 其中的使用 那可能跟你 要怎麼使用的東西 所以 剛剛那個 我另外授予你改錯的決定 這個可能可以用 Double Ashes 來用 那就是 你同時有兩種可能 那你只要 其中一種你可以完整的 去遵守它 那你就會用它一條 那或者是 我直接給你CC的其中一種 但是我說 你可以免除其中一種 限制來 也可以這樣子 走 好 還有一種 間接的方法 我們這次去參加CC的尋求評會 有一個 攝影師 跟我們一起走 那他自己本身也是CC的社群成員 他也是 文藥的 他講說 到處都有人請我去拍照 而且也必須我用CCCC作品 他真正賺錢的地方在 請我去拍照 也不是作品本身 那 藉由用CC授權 各種不同活動的作品 讓他更有知名度 大家 而且讓他的技術 更被大家看到 所以大家更願意去請他 來照 柔品質表證 有一種象徵演員 他重點是在每一場象徵 有可能 對 那個表演 而不是那個影像的表演 對 很久 也沒有很久 差不多半 快半年了 幾個月前 幾個月前 我有被 一個 下一名 講說 就是問我要不要去演講 那我自己是跟他講說 欸其實我去你們 講過一樣的題目 那是不是大家看不到你待會兒 就是 你都有一點點 是不是看不到你待會兒 因為我別人懶得再講 所以就要把 那他就是 接下來之後我想說 好 大家都想要看現場 我想 也對啦 其實是一個 太低的重點是 為了演唱會 對 也對啦 大家想要看現場 也對啦 身為一個平常政治 在賣演唱會告的 小的平常政治在賣演唱會告 對 欸對啦 說得也是啦 是我的錯 現在很多 現在很多的那個 演藝事業其他 真正賣的東西不是CC 就是真正賺錢賣的東西 就是 所以 用窗的CC 還是有很多辦法可以賺錢 那難易度我不敢講 他比較容易 比較困難 另外也可以這麼想 假設我今天不用窗的CC 我有沒有可能讓大家 這麼大量的使用我的作品 今天我用一副圖齁 對 當然 當然 今天我做一部 我說我做一部動畫好了 然後結果 你們每一個人都看了 因為我是用CC 你們每一個人都看了 好 OK 那我能不能確認說 因為CC的時候 我少賺了這麼多人的錢 好像怪怪的 因為你看喔 如果我不用CC釋出 會不會有這麼多人 去買我的動畫 來 去看呢 我用了一個 其實我說買我的動畫看 搞不好不一樣 所以我好像也能宣稱說 因為這樣 所以我所設的動畫 好像不能這樣講 可是 可是現在好像很多 然後那個 就是保留授權的 東西是這樣子來主張 他的權益受 而且其實像你看新聞都會講說 比如說 某某組織他宣稱 因為盜版 所以損失了多少錢 那個其實是錯誤的估計方式 我想各位應該可以了解 那是錯誤的估計方式 那他們有沒有因為這樣損失 對 他們有沒有因為這樣損失 我不敢講 應該真的有 但是 那是錯誤的估計方式 應該不是這樣子 應該過分高 而且是過分高的 是過分高 對 而且不講別的 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些大阪 讓他們進場 看野餐廳的人更多 這我也不講 有沒有可能 搞不好不會 搞不好會 那如果是這樣 他們到底有很多東西嗎 搞不好有 搞不好 這是應該經濟系列 對 對 我覺得這是需要 嚴謹的去 去思考的問題 那我沒有一個答案 但是我自己是比較站在說 我覺得其實 開放並不會一樣 一定受選 對 那一方 至少我的作品都是開放的 然後我沒有覺得 我一定受愛選 受愛選 那是因為我是個多發題 對不對 你可以這麼講 不管 總之你有很多種迷路方式 好 所以用CC有好多種方式可以賺錢好 那另外 一個問題 要去哪裡登記自己的作品 才可以採用創造CC授權呢 這是一個 Chicky的問題 那我先 我先 有沒有人要回答這個問題 有需要登記才可以使用嗎 誒 是個好問題誒 覺得有需要登記的獨奏標 覺得有需要登記 沒有 那覺得不需要登記的獨奏標 那在睡覺獨奏標 那其實CC是不需要登記的 我們拉回去看著作權法,著作權法也不需要登記 你並不需要做完一副作品之後,拿著去政府那邊登記 他才會受贏著作權,並沒有這回事 其實古早已經是這回事,但是現在沒有這回事 你只要創作完,你就用完要權利了 相同的方式也是這樣子,就是說 你只要創作完,你腰式,那個東西是私益授權的 那你就用私益授權 並不需要去拿來登記說你是私益授權的 當然,如果你加註了什麼東西 如果你到網站上面去宣稱說,我是用私益授權的 這個不叫登記,但是你確實可以讓更多人知道你的東西在哪裡 但這個比較允許 也不是因為這樣你才有私益授權,不是這樣子 好 我忘了,要查詢一下 我知道以前的諸多詮是用私益授權的 那我忘記了 小的畢竟不是念法,這個多多少都是 好,再來的問題是 我應該選擇哪種創作者 我相信所有人都是創作者 好,所有人都是創作者 那我們來,拉解 小畢,你最近創作的什麼東西 對,垃圾剪刀 垃圾剪刀 那你有用任何的OFEN的生意釋出嗎 忘記夾 忘記夾 那你有想要用任何的OFEN的生意釋出嗎 我現在的話應該會是 四四一拜一生 四四一拜一生 為什麼你沒有選 因為 我樂於分享 然後我希望別人可以一起分享 你樂於分享,而且希望別人可以一起分享 那你為什麼不用拜就好呢 你為什麼不用新聞標示就好呢 你為什麼不用新聞標示就好呢 沒有啦,就是希望別人一起分享 所以希望別人改的你的作品 你要一起分享 所以你堅持使用SM 無限期支持SM 沒有啦 沒有堅持 我會這樣說 OK 那,依依你最近創作什麼東西 最近 你現在正在創作 好,你現在正在創作 那你做作作品 你想要用什麼方式分享給我 嗯,我年輕的時候都用NC OK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年輕的時候 那個誤解NC的意思 你那時候覺得NC是什麼 我那時候想像中 NC是避免那些 大財團 侵犯你們弱小市民權的一個工具 然後後來 後來發現那個真的要 會拿去商業使用 其實都是一些那個 跟我一樣那個 市井小明 對 因為跟我一樣市井小明 所以後來我都用Bi 或者是CC0這樣子 喔 那你為什麼不用擺SA 為什麼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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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SA它很病毒啊 就是SA之後 它後面全部都用SA 它還不能換授權 那這樣就是萬一它之後 它想要 它改做東西 它想要換授權的話 這樣會很麻煩 所以你為了方便 下一手 改做你東西的人 可以演換授權 所以你決定 對啊 如果它想要NC的話 它還沒辦法切到NC去 所以 蛤 那 那 我知道有很多創作者 是用那個 靜止的改作 很多 圖文 物諾的作家 都用靜止的改作 他們用的授權是 西雲雕 是 靜止改作 啊 非商業性的靜止改作 因為他們很希望大家拿去貼 但是不希望別人改 所以 大概各自都有各自 這個問題其實是在於說 你犯不關心的 關心要保留自己的權力 你真的想要保留什麼樣的權力 在你自己身上 然後你再決定說 你要怎麼把那四種元素 拼成一個 你要的授權 比如說 如果你今天很關心 像我其實跟小屁一樣 我自己是很堅持 無限精釋 只會是 無限制支持 因為我覺得 我的理由是 因為說我覺得 這種開放授權還是 處於一個倡利的狀態 他並不是走到路上面 照不然掉下來可以打死死 這個認識私利授權 並沒有當中的程度 所以 會讓更多人知道 其實有這個東西存在 所以我寧願說 感染下一個 感染下一個 改錯的東西 讓他也用你這樣的方式授權 我希望這樣子 那 很久以前我也用 因為我覺得 我想要保護自己的商業利益 我想要就是 萬一我作品哪一天 變成世界名做的時候 我還可以賣 那後來提供到 因為我的作品 不會變成世界名做 而且在外交 就是有感覺到說 就是其實 其實間接的 利用自己作品 還讓自己更說 更有利益的方式很多 不是真的只有商業利益 這一點 所以後來就決定說 那我就不要用這個 所以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理由 這個真正的問題 就在於說 你到底想要保護什麼東西 在你身上 如果你真的超開放 你可以用CC0 所有的人 都可以怎麼樣使用我 都無所謂 我們不是很在意 不用聊完的自己 沒關係 如果你真的想要 別人盡量去散步 但是你不希望人家改 而且希望人家 也不能拿去賣 不能拿去做商業利用 那你用CC0 by NCMP 就是性質標示 非商業性 技術改作 那你至少也給予別人 承擎你作品的權利 至少也給予別人 也給予別人一份權利 都不會是把所有的權利 保持在你身上 都可以某種意義上 都可以促進流通 所以不用說 有時候覺得說 我今天一定要選擇 多開放 或多封閉 不用這樣 你可以也CC0的人 好處就自由 你可以在中間 直接挑你自己 想要的元素 有時候CC人 人家還不屑來用 就是 真的 有時候求別人 都不見了 沒有小的 也不是 沒有辦法成了世界里 做 那不過 如果假設你今天是新手 完全是第一次 才接觸CC的話 你可以先 慢慢的去想說 就是 你如果假設說 你想要保守一點 你就先用比較 沒有那麼開放的 的搜索 慢慢的慢慢的 像我一樣 我自己是慢慢的 就知道說 其實說實在無所謂 其實說實在這樣子 反正好 那我就慢慢的開放了自己的搜索 我相信 而且也希望 有哪一天 我的作品會全部都用CCD釋出 那個時候表示 我覺得CCD不再是 處於一種 需要唱片的狀態 是招牌掉下來 因為雜食十個 知道CCD是什麼 那我就無所謂 所以我就不需要NASM 這個東西 我希望你哪天能夠是這樣子 好 那接著 剛剛的Good Question 已經被人看三個Question了 所以我就只換下一個 哈哈哈哈 那我的重點 以前採用商品CC授權 那我現在想要趕回保留所有權利 那怎麼樣取消商品CC授權 這個 回不去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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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不能夠再把NC或ND 這樣 但是我如果原本有NCND 我可以把它拿去 好 這是有趣的事情 我這麼說 剛剛我有講過 Triple License Double License 那種東西 對不對 那CC授權是不可以撤回的 怎麼說呢 假設我今天 橫的是時間走 往那邊是越來越近的現在 我在十年以前 用了這個作品 然後這個作品 是採用 ByNCND 就是 戲名標是 呃 可以三一三節改作 對 好 然後授權之後呢 他今天看到我這個作品 然後他去用 他就一直遵照這個東西 然後一直用一直用 那 我過了兩年 我想說 其實也不用那麼疯 那我就把它改成 戲名標是 鏡子改作 鏡子 那這個時候 上班看到我的東西 他就去用 然後他依照這個戲名標是 鏡子改作去用 那如果我把那個 限標是 非商業限制的 然後撤銷的話 他好像就 違反了授權版 因為他好像 就沒有獲得我的授權版 所以 為了避免這個狀況 所以 那個CC授權 是不可以撤回的 但是我可以說 我在這個時間點 我想要用 我想要把其中的元素取消 那我不要說取消 我就用另外一個授權版本 也釋出 這個時候我的 兩條幣存 對 意義上是兩條幣存 那我當然在我的網頁上面 我會只講 它比較開放的話 我就說 我可能會只講 我比較開放的話 我就說 由於我知道 所有使用禁止改作的人 都一定可以符合 我本來的license 所以我就直接講 反正 你就信證到是禁止改作 那就好了 你就用 他也不會違反我的授權 因為 免得撤回 那你也不會違反我的授權 那他們也不會問我任何東西 因為他們可能 沒有再回來看我網頁 那不過他們還是遵照 我那個時候網頁上面列的東西來去用 所以他們還是一樣沒有錯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 可是如果你有一個SA 但是你SA就沒有測出來 對 所以變成他們 他如果 就是 ND 假設你可以 就是 他如果之前你是告訴他說 你就是說 SA ND 那你現在把ND取消了 但是SA還在 他們會不會變成違反 不會 因為我剛剛講說 他就說本來的你就不會撤銷 對 本來一直都沒有撤銷 我只加上去就沒有了 那所以今天倒過來 假設我一開始用的是到 就是只有親密標示 然後他用了 他用了之後 我後來覺得說 我覺得還是百分D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用了 我在網頁上面標示百分D的時候 他的 license其實還是在的 就是我的作品其實並沒有撤銷 他同時 同時用了兩種授權方式釋出 所以雖然我只告訴你 其中一種授權 所以你可以去用 但是他還是可以說 這個當初我用的時候 只是Bine而已 他還是可以這樣講 然後這樣會不會舉證就有可能 有可能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用那個 Internet Archive 的Wayback 所以你後面用人家 都要用Internet Archive 先Mirror一下 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時候要怎麼舉證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以往來講 我們可能都會建議 比如說就是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那如果 你真的很害怕 那你就把他Squeak 圈起來 至少 Internet Archive Internet Archive Internet Archive 如果Alt擋掉 已經給你看了 你就轉掉了 所以有很多東西 那 所以 以往是會講說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你可以解決 你可以幹嘛 你可以幹嘛 至少保留一份證據 那我自己是不喜歡這樣 因為我覺得說 這是一個 CC疫情有一個 有一個時候 人家說 用善意換取善意 我覺得 用CC授權是一個 用善意換取善意 善意換取善意的行為 如果今天 你就真的好好 機車 那麼狠毒 來 用這種方式來搞我的話 那我就被你搞 至少我就去告說 台灣真的發生 有人要這樣搞我的事件 我就被搞到了 那大家就知道說 OK好 那至少我就以後就來分辨去 但是那就 破壞我們這種 用善意換取善意的 別想法 對啊 所以我自己個人是 不這麼做的 我不想要用 自己的感覺 我就覺得說 你告訴我的是這樣 那我就相信你是這樣 然後我不會對你 再做什麼 額外的反應 如果你的單位 會很強調這個 那你可能需要用 就像很多演講的單位 還是會叫你 前那個 收成書 雖然你已經 宣布你已經告訴他 但是他就很輕鬆回去 那這個跟 我們現在簽合約其實很像 你知道 法律上面來講 其實口頭同意 就是合約的 就是合同這種東西 只要口頭同意就可以了 但是 由於口說五平 所以你可能是會寫到 人家簽了 那CC是會很難的 只是 在CC來講 我更相信 大家是 善意的 好 所以剛剛等於一次 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那個 不可以改 那第二個是說 剛剛換一個話別改 好 好 那接下來下一份問題 這個其實蠻有趣 就是 這一份投影念的 本來的範例 是由剛剛我講的 開放文化基金會 跟創設計畫做的 拿下來改 那改的時候呢 我特別要保留 這一個 這一個問題 為什麼禁止改座 我們會不建議大家 在教廠的部分 使用現實改座 為什麼 以我來講 我有很強烈的 覺得說 盡量不要現實改座 為什麼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我就不能照我的風景來講 我剛剛其實有做一些調整 你看到 呃 有的投影片 那是藍色的 有的投影片 藍色的 那那個是 我再加上去 那另外還有 我調一些進去 這可能比較看不出來 會有點難怪 那假設我不能做這些事情 我就等我只 copy別人的數據來用 那搞不好 我其實今天要講的 沒有要包含你的教廠的完整東西 或者說 搞不好 我今天的教廠裡面 我今天要講的東西裡面 其實是要提出一個 反模擬我一個教廠的其中的東西 那這樣不能改 其實有點麻煩 所以 其實 作為教育來講 我還蠻覺得說 因為教師的實際需要 或者教學課程 演講的實際需要來講 盡量 我們如果要做東西給別人 就算要來去散步 就算要去教 那你都盡量不要用 鏡子改做 這個元素在裡面 當然 如果你真的還是想要用 那你就用吧 只是別人用起來比較不方便 那比較不方便 可能就不會用 這是有可能不發生的事情 好 那 剛剛有提了一個問題 是說 用充用CC怎麼賺錢 拿下一個反過來的問題 那 用充用CC 是不是代表不用付錢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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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對嗎 對嗎 呃先講 贊助不算 贊助不算不算 我講的就是付錢才能用 這樣子 有沒有知道的話 看著人用 應該是NC以外的吧 NC以外什麼意思 你可以多講一點嗎 因為NC以外都可以 呃 還是賣一個 像豬頭皮的CD 也許它可以用賣的 就是說 但是它允許大家 使用它這個CD裡面的載重 你這樣講的是那個全壁金的這個想法 就是說 呃 一般來講 比如說我賣東西 呃 你聘請我來做一個東西給你 那是一次性的買斷 那一次性買斷是英文 我覺得這個部分英文翻得蠻有趣的 就是 呃 英文的買斷 叫做 reality free 嗯 意義上是 全壁金 但是有可能有別的 別的部分方式這樣 那是一次買斷 而不是說 看你的使用來決定要複動的 那所以 你可以 你可以賣CD 比如說 像我用Bilance SSA的作品 做成 欸 好不然我沒有說Bilance SSA Bilance SSA就不能賣了 那那個 我可以賣那個 別人用Bilance SSA釋出的作品 然後我可以拿去 在市場上賣 那我只要還是遵守 本來的Bilance SSA的條件 所以我上面還是會標 然後我還是會標示你信你 只是說我賣你再一張三百塊 我還是可以賣 那別人這個時候使用的時候 就好像感覺付到錢 好像 但實際上我不是全力的人 所以你不是付給我 我不是全力的人 所以你不是付給全力的人 那不過這邊其實真的要講的東西就是說 所以我們去考 對你考慮 但是 但是 你講的是一種 我這麼說 我當然可以說 我賣東西給你以後 然後那個 那個東西是我創作的 我賣東西給你 那個東西是我創作的 我是全力的人 然後你付錢給我 但是那個東西還是用私心授權的 那我賣給你的時候 由於我本來就是全力的人 我本來又有所有的權力 我不管那個私心授權的東西 我自己就是全力的人 所以沒差 所以你用了那份作品 有可能他本身是新授權 但是你 你經過我拿到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曾經付給我引擎 謝謝 欸 有一點猛疑 重講一次 噔噔噔 讓我回到最深切開頭 嗯 今天 我可能用創作CC釋出一份電影作品 然後這份電影作品 我並沒有放在網路上面 我用擺 NC SA 我用擺SA好了 我用擺好了 超開放的 我並沒有放在網路上面 所以你要怎麼樣拿到那一部作品呢 你要先淋落 然後我會告訴你說 那這樣子請你把三百元配到這裡 然後結果你就配到那張圍裡面 然後我也確實把那一份DVD寄給你了 寄給你的時候呢 我在DVD上面寫說 欸其實這份電影是用CC釋放的 你可以拿去特定使用 那這時候你付錢給我 那小畢今天想要看那一部電影 他想要擁有一份卡比 他可以做什麼呢 他可以做 第一 他也可以聯絡我 然後花三百塊 取得那一份CD 然後就拿去用 那另外他也可以 他知道上官有馬 那所以他就跟上官說 欸那一份那個CC給你借我卡比 那一份DV可以借我卡比 那上官這個時候會怎麼想呢 喔當然可以啊 因為他是CC釋放的時候 我這樣也不會違反 所以我就算不可以想 這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時候他有沒有給我錢 其實沒有 但是我剛剛這樣做 有沒有違反CC的精神 其實沒有 對 所以 使用創作 創用CC要不要付錢 這個是一個方面 那另外一個方面 其實比較好理解 另外一個方面是說 如果你用的層面 是在我本來的限制範圍內 那你當然都不用付錢 你看喔 如果你用的是 是我今天用一個作品 我放在我上面 你是用版 我是用版 NCC釋出的 那你今天也符合這回帳 你就可以拿去用 不用付錢 但是萬一你想要用 商業性的利用 那你可能會變到這樣 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不要說 他是使用創用CC作品 就是定義上的物理 不過 這邊要提的只是說 就是使用創用CC授權的作品 並不一定跟 要不要付錢 這件事情是牽扯在一起 但是商業性授權 確實有提到說 如果你的用法是 你已經拿到東西了 而且你的用法是 你的那個授權 你規範你的東西 你確實不用另外 付錢給你權利的 你確實不需要 所以這個問題是 故意問得很模糊 但還有奇怪的答案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 歸納起來 那你已經拿到東西了 而且你符合 授權條款的 你學範圍內 那對 不用付錢給你權利的 OK 接下來的問題 好 有點麻煩 只要有非商業性這個標章 就完全不可以跟錢扯上關係嗎 舉個例來講好了 今天假設有 我們講遠一點 對 月球上的人 常惟小姐 想要請我去演講 他沒有付我演講費 但是他付我太空說來回費用 你是指導那一類的 那今天我的簡報出產裡面 能不能用非商業性 我這個原初的作品 我能不能用 這個問題其實是 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關鍵在於對價性 我今天做的這件事情 其實受到我沒有賺到錢 因為 因為付我太空說來 我的費用就很緊張 可是我自己沒有不愛拿錢 所以 這個很有可能 會被認定的是非商業性 很有可能 主座權 這是屬地嗎 屬地嗎 對啊 主座權 你應該說司法領域吧 就是各個國家不同的主座權 是有不同的 所以你在月球上 應該是會問到 說月球上 噢 不一定是這樣講 欸 運球說是美國的 是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意思就是只要在公海上面 只有穿的那個 只有這種穿的出色國家 才能夠告我 想起我沒有辦法確定 但是我相信不一定是 手在運球上面 就不會問到 這樣 我相信不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意思是代表說 我應該缺了一個蝦養 但我想一下不是這樣 詳細的我並不知道 這個 大家有認識的 可以問一下 然後你可以在 回去的時候才沒有 認識看過 就用現在 地球上的法律來說 可能 不會去規範到月球場的 嗯 就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就是可能會有 就是Gerisdiction 就是說 就是剛剛講的 Gerisdiction不一定是說 你們發生地在哪 不一定是發生地在哪 那個 你是在月球表面 還是在月球表面上的某個基地裡面 我在月球表面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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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什麼光安宮 因為基地可能是建基地那個 他可能是屬於船艦 對 那那個基地可能是中國的嗎 對 搞不好他的基地就是 很堅持到 到CC廣東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那個組織 CC廣東出現的組織 我當時有個相關的問題是 如果我現在用CC素材 去做一些 也許是演講 或者是做一些 為一個公益性質的 實際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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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對 那 這個地方 就是CC的 CC的 我們直接舉一個 實際一點的例子 就是實際上看的東西 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畫了一副圖 一個開源獸 開源獸 然後今天 你為了幫開放話基金會運款 所以幫開源獸做了一個 布偶 然後賣那個布偶 要三千塊 然後三千塊其中其實有一大部分的錢 是捐給開放話基金會的 那 你或許可以主要說 其實那個布偶 大家都知道 只要兩百塊 但是我特別要把他拉到三千塊 就是因為 他其實本質上 不是我要賣那個布偶 也是要去捐給開放話基金會 然後幫他 你可以主要這個 那 這樣的主張會不會接受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 要看情況 啊 所以這個其實真正的問題在於說 那個 什麼叫非常業性 那非常業性 我剛剛有講的第一關鍵是 最佳的關係 有沒有最佳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做的那個東西 你說 今天大家只要捐三十萬 你就送你一隻小小的開個布偶 那這樣那個東西 可能真的不會被覺得說有對價的關係 真的 真的沒有價值到三十萬 所以 你真的會願意花三十萬來獲得這個東西 它本質上不是要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只是一個感謝的東西 感謝的帶象徵的人 那可能真的會覺得說 這沒有對價的關係 那 可是如果假設你今天是說 今天只要捐款一百五十萬 你就會獲得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覺得很難講 你可能還是會被認為是那個東西 那實際上怎麼樣 我不敢跟你說 百分之百一定怎麼樣是非常業性 一定怎麼樣不是 我只能說 然後他有一些判斷的關鍵 比如說對待東西也好 然後你使用的意圖也好 那 這些東西會 在法官上面那邊才會 再作為成功這樣 那時候才會判斷出來 那是什麼意圖 例如把自動機授權的照片 就是影片 然後把它印出來 然後製成一個包裝的東西 那我今天願意合理的時候 是什麼包裝的價錢 這是一個問題 你知道那個你印出來的東西 是物有另外一個物權的問題嗎 不過 不過我們先不討論物權 因為我們先假定 你剛剛講的想要問的問題是說 我今天拿去影印一張兩塊錢 很討論 就是影印的費用一張兩塊錢 然後我真的只收兩塊 甚至我收兩塊就好了 那這樣我算不算去做三個利用 你想要問的這個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很有可能 你會被當成不是三個利用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的不大保證 但是如果你說 我今天還要外壓 我的人工工本費 然後所以我決定 這一張影印的東西 我要收你三十塊 或我要收你高印豪 說三百塊 或是說 因為我一秒鐘幾千萬上下 我要收你千萬 那我主張說 那是我一秒鐘幾千萬上下 所以我需要收你多錢 這個我覺得 你會被認為 是商業性利用的機會比較大 因為實際上那個東西 就是不只那個錢 就是會被認為 你這個家價是根本就不適合你 就不適合你 就不適合你 我記得日本人跟自有另外一個授權關係 我覺得他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講一個 就是 比如說 他跟SEGA合作的那個遊戲 那個授權我相信 他們之前 之前是彼此有千 額外的條款 有跟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那個初音未來跟SEGA 簽約 有一個遊戲 那是賣的 那我相信 那是總之另外的遊戲 跟資金有關係 我相信 意思就是我不知道 好 好 那所以 如果使用通知性授權 你就可以避免所有的問題嗎 我使用通知性授權的東西 就可以很開心的去利用嗎 那我要先講一個 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 是 你走在路上真的有可能會被照牌找到 所以你很難去講說你走到路上 你不會有問題 對吧 那所以 其實意外也有 那我們先排除那些意外 就是這種很極端的例子 我們先不要看 那 使用通知性授權會不會讓你很安全呢 我必須要講的是說 其實 不一定 會有你想像的那種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安全 可能不是這樣 但是有可能是百分之九十安全 因為至少 你可以確定別人在利用通知性授權釋出的時候 他是至少是有那個心 想要把東西分辨給人用 所以 所以你有危險的機會會稍微降低一些 那另外 假設 本身那個創作者在授權東西的時候 他已經真的很了解創作CC 所以他是有意識的去選擇他的授權條款 釋出 他完整的等他自己利用 那你的風險又再更加降低了 又再大幅降低了 所以 我會說風險會大幅降低沒有錯 那能不能說百分之百沒有風險 絕對不會 那能不能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可能也沒有 那是一定風險大幅降低 這是我對這一句的態度 那另外當然也要關係著說 到時候萬一真的不惜要對付通常的時候 然後 在題上的那些人 對CC的概念到底沒有不了解 但是我相信這個 他們應該都還是會去看 畢竟我們的授權條款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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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簡單的問題 這個應該每個人都可以回答 就是 如果我無法遵守 原作者的創造實力授權條 那 還是想用怎麼辦 去過人 蛤 去過人 打對了 對 就是去跟他再來授權條 好 這個剛剛回答過了 性質改作 其實轉換格式 可能不會被認為是 改作 因為轉換格式是一個電腦的一個行為 電腦行為 可能沒有人類的智慧在裡面 那 所以他非常有可能不會被認為自己的做 一般的也不會把它當成這樣做 那 在自己的創作中 使用相同方式分享著作 是否代表 創作必須使用相同的授權 後面的創作為什麼 這一次故意摸我的話 所以 這一次故意摸我的話 我這麼說 就是 今天假設 我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放了一張 別人用性命標示 相同方式分享的照片 我完全不用改到他 但是總之 我放了一張照片在這邊 那這時候這份同影片 我需不需要用 性命標示 相同方式分享事處 答案是其實 不用 造性命標示 相同方式分享事處 為什麼 第一個先排除合理使用 我先排除說我主張為實用這一點 就是 他既然用了CC by SA 那代表說 我如果使用它 而且改做 並且把改做的東西散布給別人之後 才要用原本的授權事處 所以 至少 以這一點來講 由於我沒有改 所以已經沒有這件事了 就是沒有SA這件事 就 因為我沒改 但是在退一步來講 這個 我在投影片裡面放過一張照片 到底這份投影片被當作什麼樣的著作呢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用一個比較方便的想法來想 假設今天一本雜誌 使用了你CC by SA的著作 的照片在裡面 那他要不要整本雜誌都變成CC by SA 其實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在作詞裡面 他的這份雜誌會被當成編輯著作 裡面的每一篇文章 每一張照片 都有各自的權益 那只是 怎麼把他編排在一起 怎麼呈現 那個本身是另外一份著作 所以裡面的每一張照片 跟每一篇文章 都是單筆的 跟這個本身 這一整包的那個著作 他是分開獨立開的 所以 這個編輯著作 他 並沒有去修改到每一篇文章 就是 他的圖片並沒有去修改 所以其實並不一定要 你的創作 那個時候叫做 那個時候你的創作是那個編輯著作 而不是 對那樣照片的改作 那所以這個時候就不需要用 相當公司的影響事數 當然啦 就個人觀念來講 我還是非常歡迎你用 心理標示 相當公司的影響事數 你所有的作品 但是 這個時候不是一定百分之百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在 編輯著作 以及說 算不算改作 就是算不算原生著作 這邊會有很多東西給你討論 所以要狀況會不一樣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希望在座的各位都會想到這個問題 但是 如果你沒想到的話 我現在可以提醒你 那就是 不要問創作師自己問你做什麼 先問你能為創作師自己做什麼 如果你喜歡這個概念 如果你喜歡這種分享的想法的話 那 你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包括我們講最簡單的 你使用 證券的使用 創作師自己的作品 那其實就是這種方法 為什麼 因為你會把這個概念再傳入出去 你會標示證券的信領 你會標示它是什麼CCC 別人就有機會看到CCC 這個東西 這是第一種 第二集 你除了使用之外 你敢做別人的作品 因為 我們有相信啦 就是 使用 創作師作品 的那個創作者 他很希望看到自己的東西 被別人改做 如果他允許被別人改做的話 他很希望看到 對我來講不是這樣 所以你改做 他可以鼓勵我 繼續 用創作CCC釋出 連身做 因為我會覺得 我可以看到更多的改做 再往回程 無中生有 創作 東西 而且 並且用CC釋出 那你就等於 豐富了CCC的這整個 base 然後讓CC的作品 作品庫更多 更大 那當然跳開 跳開創作者 跟使用者的想法 你也可以協助推動 像站在這裡 跟各位聊天 那 就是當一個類似傳教師的角色 那其實 這個 開放文化基金會 跟創作CC計畫 之所以會做這些 做這些東西 就是希望有更多傳教師出來 所以如果 等一下有興趣 就是 整個傳教師的話 可以跟 心靈 在那邊 加入老鼠會 加入老鼠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演技超過的下線 最後 作業子 CC藍創經理 哈哈 哈哈 等一下我會介紹 好 等一下會介紹齁 所以我今天講的大概就到了這邊 那我也確實是花了 哇塞超過 超過 超過 是不是 因為 實在是聊天聊太久 好 ok 那這份投影片 是 我需要拜一下 所以 拜一下 好 好 大家有看到嗎 我有敗了嗎 好 謝謝各位 我想問一下 這盒語影片裡面每一張別人的作品都在那盒語影片 那一張盒語影片下面就已經起來了 那如果看到這盒語畫質都在 最後面子 你可以拿 就是 用什麼時候適合什麼 你的問題是在於說 性能比較像影片 對 尤其是照影片 嗯 性能標示其實真正的重點是尊重 就是你讓別人知道 你讓別人知道你的作品的來源在哪裡 對 那CC裡面並沒有像論文 論文那其實有很嚴格的格式要遵守 CC沒有像論文那麼嚴格的格式 但是它確實有很多種不同的概念 比如說 以投影片來講 光以投影片 它可以是寫在最下面的一行網址 那也有人寫在註解裡面 因為到時候有人散過的時候 別人可以知道 那也有人寫在最後 你說被忘錄也可以 對 被忘錄 對 那也有人寫在最後 這個也有 那我自己覺得真正的問題是在於尊重 所以你會說 作為原創作者 你到底有沒有追蹤我的作品 你真的也要不要遠做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過 你又沒有的形式 其實你會覺得 OK 對 那如果 如果放在電話錄的話 它在那裡不會看到嗎 其實不一定 你要看說 你把那個東西怎麼樣做 就散開 所以主要是散步的時候看到就好 散步的時候看到就好 散步的時候看到就好 不信的 才是在公開 是利用的時候 對 利用的時候要不要做 對 利用的時候 對 那我當然也可以講說就是 由於是不是戀愛那些模紙太醜了 所以你都可以去哪個地方看 那邊有完整的說明 我也可以這麼講 就是我今天也可以說 我做一集廣播節目的時候 後面用那個 那個投資理財有做的廣播 你知道嗎 講完以後 後面再告訴你說 剛剛的東西你都聽不清楚 所以你可以在我頭上看到 是我的list 那我如何尊重 我覺得其實對川普講講 還是算準確 他有聽過你的說法 就是投影片的話 因為如果你要讓人家可以 自己拿去改 然後這樣寫在那個那一章裡面 會比較方便 就是這樣 因為調 投影片的時候比較方便 對啊 就是他如果要抽換你的內容 他就不用去更新那個list 對 但是這一部分跟 應該說跟姓名標是怎麼標 本身是分開的問題 沒關係 他只是讓別人方便 對 讓他別人方便 因為如果有人說 為了大家能不能拿到 把他放在第一頁 所以我把這個 跟你的 調部進行放在第一頁 因為你放在這頁 可能就是大家 覺得最後滿爽的 有可能 對 比較可惜 你知道嗎 不是很平淡 都還沒開始講 對 對 你說電影 還把Stand 你把他放在這頁 對 對 對 在電影看去我Stand 有什麼心力他在那邊的Fu 欸 欸 對 你12個 12個要什麼 12十幾號喔 對 我還沒買 買不到 不會不會不會 早上9點還會有 因為收票不是那個門 你現在還會怎麼 是喔真的 但原來他們不同 我覺得啦 因為我前兩天才買的 那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可以 好 OK 那 謝謝 沒什麼問題的話我們先休息一分鐘 好